今天用3分钟介绍这15钟的水晶功能 你们准备好了吗 好 我们准备开始了 我会介绍15钟不同水晶功效 首先这个就是月亮石 带一些蓝光很漂亮 闪闪闪闪 适合一些情绪问题的朋友 如果想自己的情绪稳定一些非常之不错 甚至乎你睡觉都可以带着它 好了 到这个蓝晶石 它的功效将负面转化成为正面 尤其是我们说的错的时候 因为它对应我们喉咙的位置 好了 到这个海南宝 海南宝也可以支援我们喉咙 将表达的功能能力更加之好 即是说话更加之顺畅 好了 到这个蓝铜矿 这个共生这个青金石的手链 这个颜色是很漂亮的 好像我们经常说是不加索的艺术之石 为什么呢 它每一粒都好像一个艺术品 它有什么功效呢 增强我们的第三眼 亦都可以给我们多很多的智慧 我们的灵感度亦都可以发挥到淋漓尽致的 好了 到你的指理肺 你看颜色很漂亮 这个功能令到对方更加宠爱你的 好了 到这个姿态精灵的功能也都不错 可以辟邪和加强我们的想象力 好了 这个极光23健康是非常之画明的 有23种的矿物 好了 到红纹了 红纹是什么呢 爱情之石 亦都可以修补关系 好了 到天蝶 天蝶是外星的银石 你带了它可以提升身体的能量 亦都如果一起带和其他一起带 可以升级到其他的水晶的 好了 到这个血泊 是可以有抗疫的功能 亦都可以防炎症的 对健康很好 好了 这个黑发症 亦都可以辟邪去小瘾的 但记住 里面那些脂的法 一定要直 要多 要靓的 好了 这个太精花了 亦都可以辟邪 还有可以增加自己的财运的 好了 这个见到一些盘景 这个是叫陆幽灵 盘景 它有一半的那些叫盘景 有增旺自己的事业 好 到这个呢 陆碧西 陆碧西 可以舒缓自己的情绪 还有一样东西 带了之后会开心 为什麽呢 它对应我们的森林 颜色很漂亮 很清透 到这个最后 看看很漂亮 彩碧西 它的功能是什麽呢 它有很多颜色 说真的 当然可以有很多用法 就是旺庫 旺庫 旺庫 如果旺先生好 整个家庭就是轻旺 开心快乐 好了 这麽多种 大家都已经知道的 基本功能了 首先去选哪一种 自己是可以适合戴的 好了 那就可以很关心去享用 自己生活的水晶 那只是在落宑 一样 很适合 每个地方支持 敌人 智力 它 有 就是 子